所以你會把你的思考不一樣 像這題很明顯誰出考的 地震系統老師出的 所以下一次可能換什麼 法律老師出的 法律老師出來很明顯 就強調法條規定 強調法條規定 另外有考法同學留意 這一條可以考什麼 再進一步考你 造價收買的程序 那這個就你要會了 造價收買程序 剛睡醒 你今天沒有笑容 越到四十幾天壓力越大 有沒有感覺笑不出來 上禮拜烤肉有沒有發現烤肉很難吃 有沒有覺得肉烤起來跟苦瓜一樣 來吧程序還記得嗎 忘記的話請你回去去看你們之前的筆記本 平均2829 就他的程序四項 還有加上細則的規定 再加細則的規定 有沒有印象 造價收買的流程程序 這個同學要注意一下 造價收買的流程跟程序 同學要注意一下 以及造價收買後 什麼 土地的處理情形 造價收買後 土地的處理情形 是從這一題會衍生出來的考題 所以我們今天講義裡面 給你的那個實際價格 這叫基本題 這基本題 那如果要變化的話 他應該變成什麼 他今天可能改考 請說明何會照收買 並以平均第二條例說明 造價收買的程序為何 或再問你 造價收買後 土地應該如何處理 這都是我們之前正規版講過的 忘記的話 請你回去翻筆記 我這邊不講 就讓同學回去自己翻筆記 再複習一次 程序跟收買後 土地的處理方式 重要喔 記起來 這衍生出來的考題 同學留意一下 接著我們看第三題 第三題 第三題 簡單的 此事一土地法及相關法令 說明地極圖重測的意義 地極圖重測的意義 然後再問你 地政機關在重新實施地極測量時 相關的程序為何 如果在公告期間發現測量有錯誤 應該如何處理 他考地極重測 這一題是考地極重測 那當然第一個 就他的意義一樣寫出來 地極重測的意義 那地極重測意義的話 還有一個地極重測 他只問程序 他並沒有問到原因 那我會建議同學 連同原因一起寫 在哪裡寫 就在這個地方補上 地極重測的原因 地極重測的原因 哪一部法律有規定 那地極重測的原因 哪一部法律有規定 土地法 46條之一 另外我們上課時候補一個東西給你 地極測量時施規則 還記得嗎 184對不對 所以同學 如果你知道的話 一併把它寫上去 因為內容是一樣的 多個條文而已 會讓你分數再多一點 地側的規則 地側實施規則 規則 一併把它寫上去 當然如果你考試的時候 不知道這個規則 因你約了不確定 你就不要再寫它 就不要再寫它 這個不會讓你分數更低 是多而已 多增加的分數 那這個就不能亂了 程序就要注意了 程序歸在哪個條文 土地法 46條之二 同學 你們的小 你們的平常測驗券 我改的時候我發現到 同學在寫這個地方的時候 一個特色 他就 他會 他就把條文全部抄一遍 你那個 你會發現你的分數不高 同樣別人給10分 你可能只有拿到6分 為什麼 因為我看不出來你的重點在哪裡 既然這一題問你重測的程序了 你應該知道 地級重測的程序分兩階段 第一階段必須什麼 所有權能道場子戒 對不對 所以你要很明確的讓你的 岳俊老師看得到說 我有把它區分重點 因為畢竟國考不是叫你墨背法條 所以你要先把第一個寫出來 所有權能道場子戒的 規定 你標題就簡單寫 道場子戒就好了 標題 你只要標題出來 內容再寫完整就可以了 你這樣畢章的時候 特別注意 學生有特別整理過了 第二個才是什麼 進行施策的順序 進行施策 這當標題 第三個 公告期間錯誤的處理方式 那就在哪個條文 土地法46條之3 土地法46條之3 所以之前上課的時候 我聽郭文童說 跟同學報告過說 土地法的46之1 46之2 46之3 這三個條文是一個很重要的題庫來源 條文組 他本身可以考生論題 也可以考選擇題 這個同學要注意一下 那這邊還可以再往上衍生 衍生什麼 地級重測 重測 顧名思義是重新再測量一次 那代表先前已經辦過什麼 地級測量了 所以你考的時候是要留意 題目是問你重測還是問測量 因為有人會寫錯 明明題目是要問地級重測 他卻寫了什麼 44條 地級測量了 知道嗎 那很冤枉的 所以這邊提醒你 地級測量是在44條 應該沒記錯 是44條 那地級重了才46條之1的地方 這同學要留意一下 留意一下 相關的考法 這個地方 地級的部分 那當然我們辦完 所以順便再複習一下 當我地級測量完了以後 就可以辦什麼 登記人馬 那辦什麼登記 土地總登記 土地總登記 好 這是關於第三題的部分 跟同學所做的說明 跟同學所做的說明 到目前為止 土地法跟平均有沒有問題 應該沒有 有沒有覺得很簡單 沒有 故意的 這三題 有沒有都看過 會不會刁難你 不會 好啦 不會 你如果覺得會是正常的 如果這三題 剛剛看過說 你說什麼 從頭到底都聽不懂 趕快報三年一貫班 好了 這三題如果都不會 那就真的完蛋了 再來 第四題 我們來看第四題 第四題 第四題是考什麼 考的就是徵收條例的 徵收條例的 請以土地徵收條例說明 實施徵收時候的各種補償規定 他考土地徵收 土地徵收是個生論題喜歡考的地方 我們土地法的生論題只會出一題 你會發現到哪兩部法規出的機率最高 平均地權條例跟土地徵收條例 幾乎你有沒有發現幾乎是輪流出的 對不對 那其次才是土地法 那土 平均地權條例 以哪兩個單元最會出 到四十幾天你不是很認真看考古題嗎 應該有感覺 哪兩個單元最容易出出來 市地重劃跟造價收買 還有一個 區段徵收 別忘了 平均也是有區段徵收的 知道嗎 第三個就是區段徵收 所以市地重劃 照料收買 區段徵收 這三個同學留意 那土地徵收條例裡面 最喜歡考什麼 他最喜歡考區段徵收 裡面的底價地的問題 最喜歡考 其次就是一般的徵收流程 還有補償的規定 這第一個地方 第四就是什麼 徵收的撤銷與廢止的情形 OK 那再來就是一併徵收的規定 所以這幾個都是我們容易考出來的地方 同學注意一下 那像這一題他是考土地徵收裡面的什麼 補償 他就是考補償 所以你只要把補償寫出來就可以了 可是補償 你要留意 補償有幾種補償方式 他只問你實施徵收的各種補償規定 他沒有針對地價或改人物來問你 所以你要全部寫出來 那你還記得我們考試 平常上課的時候有一個表嗎 我在講一個表給你 各種法規提到的徵收補償還記得嗎 有說土地法平均地緣條例 土地之後條例都市計畫法 有沒有印象 那你沒有跟你講過了 土地之後條例的補償範圍最廣 他有六個範圍 他有六個範圍 所以這一題就在考那六個範圍 第一個是什麼補償 地價補償 第二個是考土地改良物 第三個是考土地改良的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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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個是考營業損失的補償 寫不下寫到這裡 第五個是考什麼 遷移費的補償 因為我這個應該你們都要會的 所以我就字都寫得比較潦草 遷移費的補償 第六個叫什麼安置計畫 所以在題目旁邊就把它這樣整理起來了 大概把它整理起來了 那接著把它調附上去 它順序排下來的 地價在徵收了30條 這個在31 但別忘了 31在寫的時候你要注意一下 它可以再分兩個 哪兩個 建築改良物跟農作改良物的補償 這個別忘了 所以你考試的時候要把它分開來寫 再來改良土地改良32 營業損失33 簽移費34 還有安置計畫34-1 第四題就是考這些東西 第四題就考這個東西 那這每一個個別的補償 都可以成為什麼 選擇題的題目來源 這同學留意 接著同學再記住我 其中關於地價的補償 你要留意一下 地價補償本身也可能單獨變成生論題 為什麼 所以這邊拉出來提醒 用藍色提醒你拉出來 各種地價補償的比較 各種地價補償的比較 有哪三部法律有提到它 土地法 平均土地交調條例 還有都市計畫法都有提到 都有提到 所以私階人我這邊有同學回去 請你找出我們那個表還記得嗎 講那個表格 上面是不是都附法條給你了 所以這個地方同學回去 把那四個法條找出來 各種地價補償的比較內容 有土地法也有提到 平均也有提到 徵收條例有提到 以及都市計畫法也有提到 地價的補償規定 這個必須要會 必須要會 所以我這邊提醒你 第四題的考題方式還可以拉一個出來 什麼東西出來 各種地價補償的比較方式 再來還可以再拉一個考題出來給你 我用綠色來告訴你 這邊是指一般真的有補償之物對不對 那我進一步問你區段徵收時呢 如果我今天是考區段徵收的補償呢 還記得嗎 區段徵收的補償範圍有哪些 有沒有同學待會下課就會哭著回家了 區段徵收 一樣它準用 可是它只有準 準用到哪裡 準用到千儀廢為宅 記得條文嗎 哪個條文 哪個條文 你翻到區段徵收 你翻到區段徵收 講義沒有啦 今天的講義沒有 之前有講過 區段徵收在哪裡 來 同學 你翻到土地徵收條例39條 39條有翻到吧 他是不是寫區段徵收土地時 依依三條規定補償地價 這指地價部分對不對 後面他有寫句話有沒有 其餘各項補償費 一三十一到三十四